字幕志愿者 李美秀 李美秀部長 我們為了改善台鐵頒表發起依法休假 而且我們在這麼早之前就通知了台鐵局 台鐵集約準備了幾百人力來支援 結果最後我們200人一個人還是被台鐵懲處了 我們尊重交通部的決定 支持懲處台鐵員工啊 李美秀部長你根本無法保護全國勞工 李美部部長下台 來了啦 給李美秀部長兩大過 懲處 來人為部長吃餅 為部長吃餅 好 我們送李美秀部長這個兩大過 是象徵他失職 他壓榨全台灣的勞工必須下台 那為什麼送他吃餅呢 這是因為我們有201個員工被懲處 這是因為我們有201個員工被懲處 有非常多的人即將要被寄一大過面臨平等的懲處 前一天前一天才送出價單 裁決會說公司已經知道公會要進行拒絕加班 所以個別的勞工就算不告訴公司也沒有關係 因為公司都已經知道了 當時的財權會是非常進步積極保護勞工的 但是現在呢顯然這個結果完全的不一樣 也造成我們201個人被懲處 而且甚至連國定假日還是修不到 我們雖然說裁決會有跟我們講說 七天前送出價單 國地假日還是可以讓你修 但是裁決會後的中秋節和國慶日到底怎麼樣呢 第一個 我們員工因為他們已經裁決結之後 我們就陸陸續續收到寄過 而且是寄大過的懲處書 員工沒有公會的集體行動 自己怎麼敢送價單 即使有工會的行動還是被寄大過 那你自己敢再去遞價單嗎 第二 台鐵局也完全不給價 他在中秋節和國慶年假的時候 之前就發了一個公文說 裁決書是認為我們產業工會是斷章取譯裁決書的內容 這個只是個案 所以他還是不讓我們請 即使有會員添了請假單在七天前送去給主管 主管還是不請假 在這一次的裁決案真的讓我們 就是身為台鐵的人員工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們必須非常痛心的跟全國的民眾還有媒體說 台鐵就已經是勞基法的底線了 台鐵就已經是勞基法的底線 我們要說如果勞基法是地獄 台鐵就是第18層地獄 現在勞動副修二要做的就是把全國的勞工都拿到 都拉到第18層去 我們的環衛委員 趙偉、林靜宜甚至說 就是要休息 有些班11個小時就是做不到 尤其就是 服務大眾的行業 就是鐵路交通運輸 擺明就是 講的就是我們的台鐵員 再來說我們鐵路 從民國六十年開始 人數一直一切步一切步 從我們當初 當初的人數兩萬四千多個人 現在已經剩下一萬三千多個人 在尊傑的問題就是 他們不願意去看到這個人力的問題 只要有人力什麼班都可以排得出來 他就是不願意 他就是硬要排這一種間隔八個小時的班 這樣子過著全年無休的生活 我們依法休假就是為了凸顯這種 這種不合理的狀態 這種狀態 竟然我們政府就是要讓全國的人 比照台鐵做這種班 這就是比爛 這種班全國的勞工朋友 都可以這樣子過嗎 我們自己已經在地獄了 你現在是要讓全國的勞工朋友 都在地獄底下過這種生活嗎 我們還要看到全國的勞工 都跟台鐵一樣談嗎 我們當然不希望 我們今天講這個 絕對不是要比爛 我們是希望勞基法不要再休二 全國的勞工都可以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休息 好 那再請大家跟我喊一個口號 勞基法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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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台鐵化 全國台鐵化 勞基法休二 勞基法休二 全國台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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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